Hello 大家好,我是使行者大飞 今天我们带大家走的这个院呢 是同样位于山西起县的曲家大院 曲家大院呢,当时在最鼎盛的时候呢 在起县县城拥有大概40座这样的展院 人称曲半城 规模来讲,要比乔家大院要宏伟很多 然后呢,建筑类型也要区别于其他几个院 其他的几个院呢,是基本上成对称的 然后曲家大院呢,是所有大院当中唯一一个不对称的一个院落 那接下来跟着我的镜头呢 大家一起去走进曲家大院 认识一下在当年的期限县城的一个巨夫曲家 大家好,我们现在已经进来了啊 一进门之后,有一个办公室,投诉室和综合办公室 然后在当年呢,其实这个院落是,嗯,徐家用来接待客人的一个 类似于咱们现在的客厅的一个地方 这个院落叫栏杆院 明清时候 很少有这种以栏杆围起来的这种院落 都是有东西南北乡房围起来的院落 它这个也是算 当时那个年代之下呢 四合院的一个,一个建筑奇葩吧 之所以这样建呢,是因为为了视野更开阔一些 从这呢,直接就可以看到门外面 所以说,这张建也是有它自己的道理的 这个也是徐家跟其他几个大院有所不同的一些地方之一吧 然后呢,我们再往进走 再往进走 咱们现在可以看到的这个院落呢 总共分为五层 就是总共往里走要加上大门 要经历五道门 这种院落的设计呢 在古代只有在一些 呃,比较有钱有势里的 或者是呃,一些有地位的家族的院落当中呢 才允许这样去建筑 居民建房子呢 它的院落不能超过三境 所以徐家有五境 五境院呢 这也证明了它在当时候 这个社会 呃,在古代的所有的建筑当中呢 无论是房顶还是这种院落的布置呢 它都是有非常严格的等级制度的 它不是说 谁家想建什么样的院落 或者是想建什么样的房顶 你就能建什么样的院落 什么样的房顶 它在呃,大清的时候 大清律例当中有严格的规定 就是,你像房顶吧 在六坪以下的官员 以及民居当中 它是不允许建造什么 歇山顶以上的房顶的 当然这个顶,我之后在浏览 其他的一些景点的时候 我会给大家讲到这个房顶的一些制度 中间有一个很高很高的一个女儿墙 这个墙呢把五境院跟其他的院落隔开 这也是区家大学一个特点啊 在其他院落你是看不到的 看不到 首先你看不到在宅内还有这么高的墙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看不到两个房屋之间 两个院落之间有这么高的墙 然后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古人在 你包括你游览一些生宅大院或者是一些 那你往前走一下 游览一些生宅大院或者游览一些 就是比较知名的古建的古建的时候呢 你都会看见 有类似于这样的雕刻的雕刻物 那你要记住啊 每一个雕刻在一些比较讲究的宅院里面 每一个雕刻不是说为了美观去雕刻的 当然美观只是他参考的一个因素 他每一个院落的这些雕刻都是他 都是具有他实际性的一些含义的 待会我会给大家挑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雕刻物 给大家大概讲解一下他的一个细致的含义 每个院落之间都是有门可以互相联通的 这也是他的一个特点 这体现出在当时在 曲家大学在设计之初建造的时候 非常非常巧妙 你像咱们游览 游览曹家大院游览这个 嗯 乔家大院游览长家卓家的时候 每个院落之间 他都是不互通的 但是曲家是一个例外 进到这里这里头呢 有一个人物咱们这期要着重讲一下啊 这也是在近代史上 为山西的文化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的一个人 叫曲仁甫 其实曲仁甫是他的字号 曲仁甫呢在 就是他家族后期呢 他也有生意 他主重点不在生意上 他只是一些掌柜啊火计在打理他的生意 然后呢偶尔他去视察一下 他的重点放在了就是旗线的文化事业的建造上面 诶 群甫是很伟大的一个人 在解放之后呢 他把自己所有的宅院都捐给了国家 然后呢 他把花八万两白银创建的一所小学也捐给了国家 在延西山入主山西以后 入主山西以后非常什么 非常注重教育事业 然后呢就这个人花八万两白银创建了他当时候算是齐仙第一所小学吧 这个建筑你可以看到非常大气 非常非常大气 这在所有的山西其他展现上没有你看不到的 而且在一般的民居当中你也看不到 在这里我要给大家讲一个一个社会现象吧 在清朝后期的时候你可以拿钱去买官 这就是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讲 为什么齐家会出现这个建筑类型 在明朝的时候 他明文规定啊 明居明居不得用斗拱 明居不得用斗拱 但是在清朝后期呢 他可以花钱去买官 一些二平以上的官员呢 他是官员的府邸呢 他是可以什么 可以用斗拱去建坊的 所以说 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后 清朝后期呢 可以拿钱去买官 也是说齐家其中曾经有一个人呢 最高的 他没有说是实质型的官 但是他有个品鞋 最高的时候买官买到了 这二品级别 这样的时候走呢 这个门楼呢 它是也是一个斗拱建筑 这个门楼呢 是当年慈离太后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以后 逃往西安的时候 不仅仅接受了乔治庸的捐赠 还接受了什么 曲家的捐赠 这是慈禧太后遇刺的一个斗拱梦 来到这个曲家大院呢 还有一个以前我没有讲到的知识点 在这期视频当中 我会着重 着重的重复三个字 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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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中国传统古建当中 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 在院子中江会摆一个水缸 这也是一个知识点 这个水缸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它主要的目的是用来防火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以前中国传统古建当中 很多的地方都是大量的使用了木材 这样的情况下呢 一旦火灾发生 发生呢 它是会蔓延的非常非常快 所以说中间放一个水缸呢 也是预防就是紧急发生这种火灾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呢 我说过啊 在所有的大院里头 大院里头 所有的中国传统建筑当中 它这些摆件呀 还有一些雕刻的东西 它不是白白放在这里 你看 它有个除水的功能 你可以理解为它防火专用 但是呢 有一个 有一个点呢 我要给大家普及一下 在古人建防的时候呢 因为它风水当中 讲究是水是聚材的地方 水是聚材的 所以说是 月落中央放一个水缸呢 不仅仅有防火的作用 还有一个聚材的一个作用 你看房源上流下来的这些水呢 都流到这个院里 一部分呢 能流到这个水缸里头 这也是古人讲 为什么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意思 把镜头往上移一下啊 养心斋 就是它这个 祭奠祖宗的这个 这个这个房间的一个名字啊 往下走 它有一个木头 整个木头雕刻的一个 荷叶的一个形状 然后里头包着一把古芹 旁边 你看到没有 再往旁边移一下 旁边 再往旁边走 有一个白菜 看到没有 旁边有两颗白菜 意思是什么 一青二白的意思 然后呢 底下有个雕的 雕的有些葡萄呀 然后有些牡丹呀 这个都是有它独自的代表含义的 所以很重要啊 古人 我说了古人在所有的雕刻当中都不是乱雕的 不雕乱雕的 它都是有它实际型的含义的 往这边走呢 大家看一下啊 我刚才讲到所有的房间 所有的大院 进门的时候都有三个台阶 唯独 群下大院有两个大院 进门是两个台阶 其中的一个大院就是这个院 这个院首先我们看一下它的名字是什么 叫戏台院 这里头住的一些人是谁呢 就是 咱们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当时候的戏子 戏子是住在里头的 那也从侧面反映出一点 戏子 它在当时候的一个社会地位 是低于普通正常人的 能明白吗 各位往里走一下 我们现在在这个院呢 也是群下大院区别其他大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群下呢 是唯一的一家 把什么 山西这些大院当中唯一的一家 把戏院做到自家宅院的一个家族 这也是从侧面反映出 对文化这方面它的一个什么重视程度 一天的游览下来呢 群下大院还是有别于山西的其他景院 给我的感觉呢 是有两个字 一个是雅 一个是巧 巧的地方呢 是它巧妙的把这些多种多样各式各样的建筑风格呢 能揉在一起 还显得不那么突兀 然后呢 雅的地方在于什么呢 雅的地方在于每个院的名字 还有每个厅的名字都起得非常非常养殖 还有一个就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西院 这个西院也是体现出 曲家人雅致的一个非常雅致的一个地方 然后呢 下一期视频呢 我们可能会去王家大院 然后如果录完王家大院呢 整个山西的这几大家族的院容呢 都已经录制完成 所以说我也希望大家伙能一如既往的支持我嘛 鼓励我嘛 谢谢大家 我是大飞 咱们下期见